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个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 人类只剩下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在未来世界里随着环境的改变 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 人类也不可避免灭绝了 然而幸运的是 人类的胚胎被保存了下来 它们被储存在低温容器中 等到实际成熟时 将会培养成人类 操纵一切的是一个机器人 她选中其中一个女性胚胎 将胚胎放入巨大的容器当中 片刻的功夫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诞生 她将这个人类女孩视为珍宝 再任其母亲的角色 陪伴她成长 随着小红能长大 她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奇 像所有小孩子一样 她都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机器人妈妈带她到胚胎时 告诉她她的初生经历 小红很想要和自己一样的兄弟姐妹 所谓唯一的一个人类 她太孤单了 机器人妈妈还在学习 怎么成为一个妈妈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 等她学会之后 才能培育更多的孩子 胚胎的数量有限 必须要好好利用 一谎言几年过去了 兄弟姐妹的陪伴只有一个尽职性的机器人妈妈 随着她的长大 机器人妈妈已经不再是她的全世界 她的生活被各种课程占据 内心越发的空虚 她能够见到其他人的唯一途径 就是观看老视频 青春季单萨总是有一些不同于妈妈的想法 一天基地突然停电 漆黑一片 小红出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 她壮了胆子去寻找妈妈 可妈妈一动不动坐在那里 像是耗尽的能源一般 她寻着电流声找到出故状的电线 让她感到惊奇的是 她在一个储物柜下面找到一只老鼠 她的出现让小红认为 基地外面一定还有生物存活 或许危险已经解除 她可以到外面去 但是妈妈不顾小红的反对 只要笑毁老鼠 她不允许任何携带污染物的东西伤害到小红 在妈妈转着的爱下 小红越来越压抑 生日这一天 小红满怀期待 可妈妈像往年一样又送给她一件睡衣 即便她有些失落 但还是表达自己的介意 单调而压抑的生活 让她越发的沉默 她很想出去 可是妈妈不让她接触到一丝危险的东西 因为那样 妈妈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就会被摧毁 不甘心她决定前往外面 她穿上了防护服 小心地探寻外面的出口 她听到外面的声音 是不同于妈妈的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个人在外面求救 希望有人能够救救她 她打开基地的大门 并都给她一件防护服 她将这个擅自闯入的人藏了起来 看到匆匆赶来的妈妈 她擦了谎 她谎称自己是因为好奇外面的世界 打开了门 并且保证不再会这么做了 妈妈非常生气 质责女儿这么做 不仅会威胁到她自己 还会威胁到其他的家人 她惩罚了小红 让她马上投入到一天的学习当中 给她安排好考试之后 就去工作了 趁此机会 她看下那个被救下的女人 她很虚弱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翻看女人的包 发现里面有把墙 她悄悄地将这个危险物品收了起来 她又尝试把女人叫醒 摘下她的防毒面罩 她很惊恐 为什么这个女人没有被感染 女人一脸茫然 根本不知道小红在说些什么 她现在身受重伤 也懒得和她一一道来 这时妈妈发现 她们一轮在门口的防毒面具 女人很是害怕机器人 她听到小红称呼机器人为妈妈时 脸色大变 顿时对小红充满了敌意 女人想要要毁她的枪离开这里 小红很不明白 为什么她要害怕自己温柔的妈妈 他们两个在抢枪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 妈妈闻讯赶来 女人朝着妈妈开枪 从未见过此场面的小红大手叫了起来 妈妈制服了这个女人 在小红赞三请求之下 将这个女人带到了医务室 女人很是抗拒妈妈为她治疗 因为她在外面受到机器人的袭击 不知道眼前这个机器人 和外面的是不是一伙的 妈妈对待这个人的态度也非常的冷 她准备了一些药 用不用是女人自己的事情 小红询问妈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面怎么会有人呢 妈妈告诉小红 这里是人类设计的避难所 在必要的情况下启动 给人类第二次机会 小红终于明白 原来外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病毒 一切都是妈妈为了留住她而编造的谎言 外面的确危险 并不是病毒 待在基地是唯一能够生存下去的办法 妈妈希望小红能够相信自己 她会一直照顾她的 为了小红 她同意收留女人 在确保她没有敌意之前 她必须接受监管 另外 如果发现其他幸存者 她也会收留 让他们安全地生活在这里 小红试图和女人合作 找出更多的幸存者 她翻开女人的包 里面有一本火星之神的书 书里面画着很多人像 她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真的存在 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人画在书上 女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她拒绝使用机器人给的药物 小红拿着书来询问画中的人 女人变得很激动 她认为自己的遭遇 都是小红一手造成的 现在她被囚禁 就要无条件服从他们 做小红的宠物朋友 小红很不理解 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敌意 女人看到小红 如此相信机器人 就更加觉得 她愚昧而且无知 她见过这些机器人的大屠杀 从未留留出小红所说的温柔善良 听到这些 小红简直不敢相信 女人的出现 让小红对妈妈产生了怀疑 她不知道妈妈是一个拯救者 还是和别的机器人一样 是一样的毁灭者 妈妈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她的记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她不记得过去 也不知道过去的她 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 可是她知道 现在她唯一任务 就是照顾好女儿 妈妈可以为女人 取出身体中的子弹 但前提是 必须征得女人同意 为了让女人活下去 小红只好亲自操刀 她的伤口很深 能够坚持到现在已是不易 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选择不用麻药 她惊人的忍耐力令人佩服 手术过程非常的痛苦 女人疼昏了过去 好在的是非常顺利 她活了下来 小红一直守护在她身边 直到她醒来 她的照顾非常的周到 贴心地为她准备了食物 在小红救下自己之后 女人也慢慢放下戒心 告诉她一个秘密 女人住在一个矿井里 那里还有更多的人 她到来那一晚是去运送食物 和自己的哥哥雅各布走散了 哥哥为了救她 引开那帮机器人 说上话的就是她哥哥和嫂子 还有其他的人 小红希望那些人也能来这里 和女人说 矿井各家的安全 而且小红也不属于这里 应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妈妈的到来打断他们谈话 她不想让女儿和女人 有太多的关系 认为女儿的叛逆 和她脱不了干系 她必须查清楚 这个女人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她告诉小红 从女人身体取出的子弹 和妈妈身上的子弹口径是一样的 而且机器人不用这种枪 她没有说实话 她的伤一定来自另外一个人类 她不会再让女儿和她待在一起 射杀她的人很有可能有正当的理由 小红信以为真 重新过上了枯燥的基地生活 考试结束之后 小红比郁区的成绩还要好 妈妈给了小红一个奖励 她可以选择一个人 成为新的家庭成员 她很是开心 拥有新家庭成员 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她选择一个男孩 放入培养乡里 小红很是生气 女人欺骗了自己 她来询问女人关于死蛋的事情 和女人却告诉她 你有亲自对比过吗 疑惑的种子一旦埋下 就很难不让她发芽成长 她拿到妈妈的钥匙 打开了储物柜 将两颗子弹取出来进行对比 竟然发现说谎的是妈妈 她要打开存放视频的地方 上面记录一个个仙虎的生命 信息中显示 视频中的女孩最后夭 紧接着打开了胚胎箱 发现消失了好几个女性胚胎 小红又打开了焚化炉 在炉灰中摸到一排 没有烧干净的牙齿 恐惧蔓延了她的全身 难道真像女人所说那样 妈妈根本就没有感情吗 如果一个失败了 会造出另外一个吗 她询问女人矿井的下落 要带着自己的弟弟 一起离开这里 新生二人出生 总会手忙脚乱 小红为弟弟准备她需要的东西 妈妈突然到来 让小红不由自主地慌张了起来 现在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平静地面对妈妈 妈妈感到异常 将她囚禁了起来 自己则去对付那个女人 原来小红和女人的谈话 妈妈一清二楚 她必须除掉这个祸害 女人冲向了妈妈 可她根本不是妈妈的对手 被逼问出矿井的下落 小红则破门而出 启动火警警报器 女人将基地电线拔掉 小红带着她到达门口 妈妈也追上了他们 危机时刻 女人为了出去 挟持了小刀架在她脖子上 妈妈不得不打开门 基地外面十分的萧瑟 什么都没有 灰蒙蒙的天 干枯枯的树 很快天空中 飞过一家巨大的飞行物 小红和女人 躲进一片玉米地里 这些玉米 是在六个月之前 突然出现的 在此之前 这里根本无法呼吸 他们走了好长时间 终于来到一个 堆积集装箱的海边 女人的家 就在其中一个集装箱里 这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她骗了小红 她已经好几年 没有见过人了 上当受骗的小红 非常生气 她还是希望 女人能够和自己 一起携救弟弟 女人根本不想回去 她只会自顾自然活着 在她身上 没有一种叫死人的东西 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小红讨厌那种狗活的人生 弟弟是她的家人 她必须救她出来 她不顾反对 重新返回了出生地 她一靠近基地 数一百接机器人 就瞄准了她 红色的激光线 对准了她的胸口 她告诉那些机器人 她是来找妈妈的 机器人并没有为难她 让她进入了基地 她拿起一把斧头 小心翼翼寻找妈妈的踪影 很快就听到孩子的哭声 她一步一步地靠近他们 机会只有一次 她不能让妈妈发现自己 可知女慕若母 她早就感受到女儿的存在 她一直在培养时 等待着小红 妈妈称呼小红为物种 她培养出来的物种 她培养的小红 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她的职责 就是培养出最优秀的人类 她不能看着人类 逐渐的臣服于自己 自我毁灭 她要干预这一切 提升她的创造者的地位 妈妈将弟弟交到小红的手上 这个孩子很完美 她值得被抚养 小红很不正途妈妈的观念 难道不完美就不能生存下来吗 她抢走弟弟 将妈妈困在门缝当中 所有的机器人都感受到危险 试图破门而入 妈妈卸下自己的腿 可她还是晚了一步 小红将枪对准了她 妈妈告诉小红 外面机器人都是她 他们都是由单一的意识所控制 小红希望自己能够亲自照顾孩子 她怕弟弟达不到妈妈的希望 会被销毁 妈妈同意了她的请求 她意识到自己 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的时候 扣筒搬机 机器人找到那个女人 原来那么多人都没有活下来 只有她活了下来 都是机器人安排好的 她存在的作用 就是将小红体内勇敢 坚强彻底激发出来 让她担负起应该有的责任 任务完成之后 女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未来的日子里 小红将是新一人母亲 继续她母亲的责任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澳大利电影 无奈母亲 人类灭绝 机器人繁育了人类后代 这看似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别忘了 机器人永远不会像人类一样 没有包容的心 他们严格地按照数据行事 看似完美 却明明了人类该有的个性 小红是机器人培育出来的完美人 但是作为人 她拥有了个人的意识 注定要成为新的人类创造者 创建一个充满个性 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哲学意义的科幻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